龙徽安全帽成立于1988年 从台南发迹 现在已是国际知名的专业安全帽制造公司 总部涉于台湾 负责研发设计而生产制造 主要在越南工厂 并于国外重要消费市场成立分公司 经营自己的销售通路 以创新设计 专业研发 与安全站立认证为最大特色 龙徽公司安全帽制成精良 组装确实 均通过严格测试 并依据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安全规范 通过各项安全标准认证 并依据不同国家种族投行研发设计 创造安全舒适时尚美观 依据消费者不同需求 如通勤 越野 旅行 甚至赛车 开发出上百种款式 当年我们董事长在做这个机车相关的零固件用品的时候 发现安全帽的产品的利润是相当不错的 所以就找了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来投资这个生意 那龙徽安全帽的公司这个名称啊 它是非常有意义的 也就是我们董事长的名字的龙 以及他的大儿子的名字有一个灰 所以呢就把这两个字啊 这个是把它合并起来 就成为龙徽安全帽的这个字的由来 也是希望我们的生意啊 是兴隆 而且是日月光辉的 台湾约有1500万辆机车 是主要交通工具之一 民国86年6月1日开始 政府立法规定 驱称机车一定要戴安全帽 为有效降低每年车祸意外死亡人数 此法规促成安全帽需求大幅成长 在其他国家也有相同法规 全球市场需求量极大 轮回安全帽进军外销市场 必须要创造一个特别的英文品牌名 在国内开始实施安全帽的时候 我们董事长就开始想说 要以一个霸气的名字来做我们的品牌 那当时呢 同业都是以小动物来做一个象征 所以呢 我们董事长就以万寿之王狮子 来取一个名字 就是瑞斯啊 那台语的话呢 就是水塞 所以我们在进军国外市场的时候呢 我们就找了 Juice这个品牌 来进军国际的市场 那Juice的意义呢 就是在西大神话呢 主宰宇宙之神 瑞士安全帽最重要的品质就是安全 要通过不同国家的严格的安全标准 出了安全的基本规格 必须追求舒适 内部材质舒适 通风设计良好 防雾防水功能 尤其要适合炎热多雨气候的国家 而东西方人的头型有很大的差异 必须要开发对应的尺寸与款式 符合当地启示的需求 在竞争之类的国际市场 如何提升效率 是决胜关键 不止从研发到制造的效率 销售的创新更是重要 在台湾市场以及外销市场的文化差异是非常大的 就如同我后面的这些安全帽 你可以看得到 这个它的设计感上面 就充满了所谓的速度感 以及所谓的用的颜色 我们看起来就很炫酷 那再来的话是这一顶 一拿各位就可以感受到 浓浓的日本的风格 它在整个的设计上 就是有樱花的感觉 再来呢 是我们另外一个品牌 Aston 它是承接了法国的文化 以及浪漫的这个气息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这个感觉是都不一样的 所以在不同的市场 我们有不同的设计的风格 去符合消费者的需求 轮辉安全帽经营合作的品牌 除了瑞施 东南亚品牌 法国品牌Aston 与意大利品牌一脸 龙辉历经30多年的社会转变 朝未来变化莫测的市场迈进 必须拥有不断精进的学习力 激发创新的想法 因此人才招募 与培训发展 是重要的根本 龙辉重视人才培训计划 针对各部门的KSA 知识 技能 态度 从新进人员 到资深员工的培训 发展核心职能 能做跨部门 及跨领域的学习 与运用 欢迎你加入龙辉大家庭 以龙辉安全帽为荣 明天 龙辉安全帽将以你为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